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浮空器 浮空器分为三个部分 这个是主控板 带有一个垂直方向的旋翼 这里是左旋翼 这里是右旋翼 它们是负责水平方向的 然后这是一个遥控器的接收板 电池 然后主控板上有 有一个激光雷达 这个雷达不能遮挡 实际组装的时候 应该是反过来的 这样贴于气球底部 然后这边是 右这边是左 然后左右旋翼分别是水平对称 铁于气球上 然后我们将双面胶 现在 贴到这个旋翼的底部 然后贴好之后我们来看气球 开气球充气 从充气阀里打开开气球的阀门之后 打开气球 插到这个阀门里面 插好 然后捏紧 气球往上翘 就开始充气了 冲到这个气球 然后表面已经鼓起来了 然后这个边缘还有稍微有褶皱 有剩余褶就差不多了 等下如果不够浮力 再来增加气力 现在我们来贴气球 首先是贴这个 主板主控板 将双面胶 上面的撕除 这个主控板 螺旋桨是前 然后这个电池尾部是后 然后 从这个后 这个前 从正下面 最底 找到大概正中央的位置 因为前方有些线 你可以对准它的线 然后在正中间 接下来贴旋翼 这边右边旋翼是水平朝前的 右旋翼 右边旋翼 就只要抓住锤 保存它水平 然后 然后 把它打在空间的位置 对 你又发现它 后来贴旋翼 都 差了 左旋翼也是一样的 对 对 因为现在的正确证 对 对 上去以后黑色的 这是他的 我先讲的 跟前面朝前 找到中间的位置 找到中间的位置 保持两边 差不多对称水平就可以了 也不用 如果觉得 这个悬疑贴的不太紧 可以用 可以用透明胶加固 在这个上面 这样就就加固一些不会掉 然后 底部这个接收机可以把它稍微 这样一个球就贴好了 现在看它的那个 福利情况 我们拿好 伸手 如果它是缓慢往下掉的 就是可以飞行的状态 现在就是正好推起的状态 现在我们看测试怎么是非 现在我们介绍这个遥控器 现在我们介绍这个遥控器 遥控器 先开机 长按 这样就开机了 然后这里是上升下降 这里是左旋转 这里是右旋转 这是往前飞 这是往后飞 左右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只有三个旋翼 然后这里有一个CH5 CH5 CH5就是来调节它的那个飞行模式的 默认是朝下的 朝下飞行模式就是 純手工模式 就是你要手工控制它的左右上下 没有稳定幅度 然后打到中间 打到中间它是开启那个方向保持 这样的话它可以自动保持一个方向 你往前挥的时候 它基本不会掉转方向 然后你可以左控制左转右转 然后第三个模式就是定向模式加定高模式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 左控板上有一个激光雷达 可以测量高度 这样它可以保持一个高度 然后你遥控器的上和下 它就是一次飞上几厘米 一次飞上几厘米 可以这样飞 通常 如果是地面平整的情况下 就可以飞这个模式 定高加定向 如果地面不平整 或者在人群上面飞 建议用中间模式 就是定高 定向模式 那样模式上下飞 就可以用手的控 但是要不能控太多 那自己去调节这个手感和飞行方 现在我们来上给一双电 一双电 就是把这个电池的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接好 插上电 然后要保持大概五秒钟不动 等它灯红绿灯闪烁 这它就表示它校准完成 如果说不做这个校准 那么它的那个方向会混乱 现在它已经红灯亮了 绿灯灭了 表示它正常工作了 然后我们把 松开它 然后我建议是先直接打开那个定向模式 如果是平整的话 可以打开定高模式 然后它就悬停在这里了 然后可以往前飞 可以往后飞 所以它的方向基本上有保持效果 如果我们把定向模式关掉 它基本上方向控制不了 高度也控制不了 就自己会转向的 然后我们往下 这些是 往上就是轻轻往上一推 它就往上飞一点 然后我们转向 飞回来 因为它的高度和那个方向都不会它有一个辅助保持作用 可以停下来 如果你往前飞 往上反推 它可以保持停 现在如果说凉空气不动的话 它就是保持这个 当然风会影响它的一个走动 它就保持方向和高度 好 太阳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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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